习近平重拳整肃金融界 专家分析 是为了断政敌的金融命脉 神韵力临蒙大拿 州长欢迎 观众感恩创世主 民调显示 近七成的共和党人希望川普2024年参选 普京说 台海没有爆发战争的危险 世卫组织新议员调查组打算去武汉调查 再次遭到中共拒绝 马克龙想见特鲁多 说有要事相伤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4号星期四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近日 中纪委派15个巡视组进驻25家金融单位 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大规模反腐政治监督 有学者分析 习近平重拳整肃金融系统 目的是要断了他的政敌的金融命脉 中共官方消息显示 这次被查的25家金融单位中 有中国五大国有银行 三大国家政策性银行 还有包括四大保险公司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多家中央金融企业 以及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外汇管理局 这三家金融监管机构 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 中共把金融巡视叫政治监督 并不是要看他们是否在金融上违规 而是看他们是否在政治上站对了对 他说 习近平在二十大想连任 肯定遭到了政敌的反对 他就要从金融入手 断了政敌的金融命脉 时政评论员蓝述认为 习近平在此时整顿金融界 主要原因是要保他自己要提拔的人上位 并且不被金融界的暴雷所拖累 因为他要为他的第三任急做准备 在二十大一定会大肆提升自己的人马 吕奥法学家袁洪斌说 习近平在金融系统开刀 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 他认为 将有一大批金融系统的官员受到清洗 而这是不可避免的 袁洪斌认为 因为习近平掌控了中共纪委和监察委 这两个类似超级锦衣卫的秘密特务组织 他对金融系统的整肃 会取得暂时胜利 但他分析说 虽然习近平为了维持政权 通过大量整肃贪官 用他们的资金来冲作党政各个部门的经费 这暂时可以奏效 很显然 这是一个不能持续发展的经济方法 媒体分析 在中国的金融圈子里 中共各派权贵的利益交错 比如中央前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 是恒大的主要贷款人 中信集团的大佬 也是中国人寿的首席投资官 光大集团历来被指是吴关正家族的白手套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和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的博裕资本 联手做生意 花样年公司则是由曾庆红家族控制等等 袁洪斌说 习近平这样大规模整肃金融系统 大规模整肃政法系统 大规模整肃思想舆论系统 清洗越来越多的官员 等于是割肉自带 所以习近平的所为 都是在加速中共政权最后的溃败 因此有人把习近平称为总加速师 10月13号 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 历临蒙大拿州比林斯 州长詹福特发贺信 欢迎神韵的光临 并恭贺演出成功 当晚 神韵为期待已久的观众带来一场试听盛宴 有观众在看完演出后说 神韵是创世主的恩典 詹福特在贺心中感激神韵 将中华传统文化带到蒙大拿州 他说 神韵复兴中华文化遗产的精髓 并在舞台上与世界分享 是一项令人感佩的努力 对所有观看者都会产生影响 现场观众精英云集 有金融高管 前议员 商界英才等 演出结束后 观众反应非常热烈 很多人发自肺腑的赞美神韵 满怀感恩 威尔斯先生是蒙大拿州老牌建筑公司 COP的监理人 他在携太太和一双儿女观看神韵演出后谈道 当女高音歌唱家唱道 这是创世主的恩典时 他们全家都被这响恶行云的歌声 直抵内心深处 他感慨地说 那的确是一种恩典 演出具足精神内涵和启迪性 确实在另一个层面引起我的共鸣 演出真的紧紧抓住我 就像打开了很多通道 蒙大拿州前参议员 资深政治家布朗先生说 神韵演出的水准极高 并且富有神性 他赞赏神韵以恢复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为使命 说这极为重要 作家 作曲人 牧师李维斯 看完演出后身心震撼 认为神韵在拯救世界 他说 神韵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古老记忆 灵魂深处的记忆 神韵音乐是神的音乐 神韵音乐充满光明 充满精神 充满丰富内涵 充满启迪 视频公司老板查尔摩斯说 他和太太在观看演出时感受到与神共鸣 圣赞神韵富有神性艺术色彩 比林斯网球协会前主席品格顿说 我认为神韵做得非常好 并且应该继续做下去 因为中华文化太美了 全世界都应该来欣赏 美国前总统川普卸任后 仍然四处奔走 继续活跃在美国政坛 人气丝毫不减当年 10月9号 他刚在爱荷华集会上发表了90分钟的演讲 赢得几千名支持者的热烈回应 10月13号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有近七成的共和党人 希望川普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 10月8号到11号 互联网研报库早晨资讯 对全美1999位选民做了这项民调 其中包括共和党 民主党和独立选民 结果显示 有67%的共和党选民 30%的独立选民 和10%的民主党选民认为 川普应该在2024年再次参加大选 这项民调还显示 在共和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中 川普的支持度仍然遥遥领先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度排在第二名 但只有13%的支持率 另外 有63%的共和党选民 25%的独立选民 和8%的民主党选民认为 川普应该在共和党内发挥重要作用 这项民调还反映了选民 对现任总统拜登的看法 显示有50%的民主党人 9%的独立人士 和4%的共和党人 认可拜登的总统工作 而有80%的共和党人 3%的民主党人 和38%的独立人士 非常不认可拜登的工作 对于拜登的国家安全政策 有75%的受访者都表示不赞成 只有8%的选民赞成 川普此前曾经多次在媒体暗示 他会在2024年参选 还说他的决定将让支持者非常满意 不过川普也表示 他当前关注的重点 是帮助共和党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夺回国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3日表示 他认为台海没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 因为中共可以依靠他的经济实力来统一台湾 不必动武 近日台海情势剑拔弩张 中共在10月1号到5号之间 累计出动150架次飞机 入侵台湾西南航空识别区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坦言 当前是他从军4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 在双十国庆演讲中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明确提出了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等四个坚持 他还说台湾不会在中共的压力下屈服 会持续充实国防 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 与此同时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再次提到 他要以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 完成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 普京对习近平讲话的解读是 习近平强调的是和平统一 而不是武力统一 普京说 我认为中国不需要使用武力 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 只要增强经济潜力 中国就能实现它的目标 我看不出有任何威胁 对于中共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 并因此受到国际声讨一事 普京表示 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 他认为 受影响的各国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分歧 美国之音说 正当各方都在分析台海的兵凶战危局势之际 普京的说法显得与众不同 世卫组织10月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成立一个由26位专家组成的新病原起源科学咨询小组 希望能再去武汉调查 不过 他们的要求再次遭到中共拒绝 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表示 中共当局2019年对武汉居民抗体测试的数据 对了解病毒起源至关重要 他预计 新团队在讨论下一步紧急措施时 为了解当前大流行病的起源 将建议去中国做进一步研究 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代表团前往中国 世卫首席紧急情况专家莱恩也认为 现在是了解病毒起源的最好机会 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因此 希望中共能让世卫团队前去武汉调查 不过 中共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陈旭当天回应说 国际团队已经两次到中国调查 所以中方认为 世卫没有必要再次前往中国 此前 中共已经几次拒绝国际社会对病原做进一步调查 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近日表示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而且 关键的线索是由私人和网络侦探发现的 而不是美国情报界 博明是在出席于10月12号到14号 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2021年全球安全论坛时 发表的这一看法 他说 我看了双方的间接证据清单 证明病毒是意外泄露的证据 远多于自然起源的证据 他同事也说 因为中共一直努力阻挠国际专家调查病原真相 因此 世卫的新团队也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 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 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 讨论一些双方都关注的重要议题 上个月 美国与英国和澳大利亚 结成了新的三方防卫联盟 之后 澳大利亚宣布取消跟法国签订的潜艇订单 转为向美国购买8艘核动力潜艇 此举引起马克龙的不满 并随后把法国驻美 驻澳洲大使召回国 以表达抗议 媒体披露 让马克龙生气的是 美英澳同盟把法国排除在外 而且法国也有建造核潜艇的能力 不过 马克龙不久前在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后 双方关系有所缓和 法国大使也重返华盛顿 目前马克龙正在准备同拜登会面 法国驻加拿大大使李斯帕尔说 马克龙要和特鲁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是想要了解他对美英澳三方同盟的看法 其实特鲁多近日已经公开表示 加拿大对美英澳三方同盟并不在意 也对出售核动力潜艇给澳大利亚不感兴趣 李斯帕尔说 双方尽快聚在一起 在巴黎或沃泰华会面讨论战略问题非常重要 我们渴望加强与跨大西洋的联系 他说 在人权、尊重国际法和贸易规则上 法国和加拿大有相同的观点 两国都不会屈服中共强加的模式 作为回应 特鲁多的发言人威尔斯特德也说 特鲁多总理期待尽早与马克龙总统坐下来交谈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留言 我们明天再会